好的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国际解说 搞得起板桥的阿BG来对狼王一 skin 电狼这个角色这个版本如何呢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这个角色加强了加强了多少呢 滚的时候多了10点伤害 非常的nice的一个角色 其余的改动不大 然后在电人的时候多了一针有力 所以我觉得这个角色在这个版本几乎没有什么样的变化 也就是说这个角色在这个赛季依旧是不温不火中游角色 但是记住一点就是角色他再弱或者再强 都会有很厉害的玩家或者很菜的玩家 千万不要觉得你打不过某个人是因为你的角色不如他 很多时候你还有很多的提升空间 没有到世界最顶级的那一批 其实不需要去考虑太多角色强弱的问题 这也是我最近才想起来的一件事情 有好多人就问我 他说尤利安现在被调弱了 你怎么打不过他 你个菜鸡连版本逆子都打不过 对于这样子的说法 我就特别严肃的想说一句 你说的也没错 其实无论版本怎么样 我都打不过他 就是他角色强了弱了 主要是因为我比较猜 知道吧 跟他角色强不强 没有关系 好了 这里板桥已经是拿到一个大机会 一套TC进去 然后看一下先投则 狼王这里会怎么出 直接用3K往外跑 彩虹滚 选一个 直接前前 再一个前跳 中了 就这样非常耿直的出去 反手投一个 然后攻防转换 他这边选择的是用VS来做一下拉扯消耗 这里假动作 然后突然一个前跑 屁的不行 动作又多 但实际一看没什么伤害 就是对对手的心灵上造成的创伤会大一点 这里又是一个彩虹滚出门了 放倒下中角 诶 这边没有确认直接打了一个VS 可能是以前用VS1用惯了 这边VT 嗯 没有拍到招 那接下来怎么办 直接硬滚 滚完以后来到背面 塞到一个背面 这都行 狼王三角逆向叉 来 现在狼王这边血量有优势 对手手上有个CA 不要被抓到 被抓到人就没 一个指令头也可以让你人没 诶 突然EX滚 这你都敢出 这EX滚 要是被防住 你不是人没了 接下来直接选择前跑 哦没了 火车开起来 在最后的关键时刻 板桥决定用火车来开ZVT 没开成功被带走了 好了 这样比分来到1比0 开场又是老套路 憋死了 然后假动作试一试 突然来偷个机 诶 就在这里抓你一个判断不及 但是判断不及的看起来是狼王自己 有问题很大 直接进厕所了 跳中拳压 然后前走中拳 这里是不给动 前前出来下中拳直接抓一个3k绕后 这边抓的很准 板桥应该是有提前做好预判了 这边中拳两下直接带上一个机枪 上来就是一个perfect 这主要是上来那个板边压的好 他是提前预判了狼王出版面的方法 选择用3k往外绕 这些都是预判完了 再用一个下中拳送你归西 好那现在到了第二灯 上来想都不用想 继续用爱发电 对了拍拍自己可爱的小熊途 把自己的店续满 找机会就可以出 但是现在板桥那边逼得很紧 一直是往前压的 那狼王这边再续下去 人又要进厕所了 前下好的这边 是骗掉对手的一发下中拳的对空 有抓住一个不错的起跳位置 但接下来还是要小心 这vs2他现在是续着不敢丢 对手手上是有个CA的 离得太近丢 直接吃一个CA 所以他现在怎么办 要放吗 很危险 他一直在犹豫要不要丢 这里又是打高点 打高点板桥那边很有经验 知道你们都喜欢跳阿比盖尔的高点 阿比盖尔被打高点 最简单办法就是蹲着啥也别 然后你就人就过去了 过去下来就吃一套 那现在狼王这边是重赏 最后这里是有一波爆VT的机会 然后可以来一波骚气的狼士三角杀 那现在板桥好像不太给智慧 压的有点凶 一直是拉的前往前在走 这边彻底拉开了 那狼王那边想了一下把VT交了 哎 最后滚中一发 直接反观一个板片 V槽最后这一波 哎呀 这没了呀 本来如果说这个板面关的好 说不定还有的就 这里 你飞过去只有自投罗网 他V槽没了 他本来还想再派生一下落地的 结果发现自己V槽又完了 其实电狼打阿比盖尔有一个不太舒服的点 就是他那个普通的轻滚 往前滚的话 拉太远 阿比盖尔这边直接反他一套 拉太近的话呢 他这里可能会出不出来 因为阿比盖尔的下清拳太长了 很容易就点掉你 所以他这边只能拉到远处用VS 然后找对手不敢出招的时机前前过去 这对于他来说风险很大 没有什么特别安定的招可以用 也没有什么变数 就看他怎么来打 这边又是一个跳高点 没跳中没关系 对手是在收招里面 这里压起身没压 准备反抢一个头 局势没有任何的变化 他又回去了 继续在板边做一下顽抗 接下来就是找机会开VT了 直接需一发VS 直接VT来确认 好的 这一下是可以反观 用VT来做一个换边 这V槽真的是不耐用 换一次边就已经一半没了 最后还有一发可以给你取消一下 直接选择溜 好的 这一手打得还不错 往后一拉以后VS再取消一个滚 可以的 打了板桥没反应过来 板桥这里手上应该是在考虑 是用CH打一波伤害呢 还是跑起来给对手一拳 两者之间在选择的时候 对手突然人就飞上来了 这里VS 哦 这个打高点的好处就出来了 你们发现没 就那个跳中拳过去 如果对手VS架招 他还架不了 那这样板桥等于是很难去对这个空 因为这个点的一个撬路 他没有办法用下重拳去打 他如果用VS架的话 对手会飞到背后 当然我觉得这对于狼王来说 一个起跳的位置比较讲究 哦 这虽然比较讲究 但他已经成功两次了 所以板桥这边应该想一想是 不用想的去用这个VS了 不是吧 这个VS 被完全对策了 那板桥不是没有办法对空了吗 这个 他只有蹲着一条路 但蹲着其实风险很大 对手晚出拳怎么办 对手打逆向怎么办 来这里 终于是没有找准那个跳入位置 板桥对空成功 直接V7来打一个缺反打不到 轻滚然后倒地 这里板桥血量已经不多了 对手还开始老折磨王套路来了呀 最后跑火车跑起来 人直接跑死了 非常的惨烈 好了那今天的这一期视频就到这边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爷们的收看 当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说明你已经看完了整支影片 恭喜你 正式成为了一名 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